我啊 我们分居吧 分居 我要修复 哎呀 这都是骗人的 婚姻的听头是分场 可是你好像死的比较惨吧 入坠三年 膝下无子 对 肾虚体弱 素颜楼榜 最关键的是三年 你连一毛钱的磁房钱都没存 你到底是结婚呢 还是 陪档呢 我是来找你写状指令 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糟糠之夫 凤妻三年 求长百两 一刀两断 拿钱走人 是这意思吧 谈钱是不是太没有男子气概了 要气概 嗯 那就净身出户 分不取了 别 钱还是要的 十二两 给钱 走人 十六个字 十二两 我还有事我钱走啊 别别别 别啊 要不你再加两个字 啊 过了今天咱们就是朋友了 来谈一个朋友见 我 就 我 我 我 这 这是男门子技术我呀 啊 我已经提示 这个状子是写了 待会是个官司吗 没得打 奶 老爷 如老爷 宋棍出身 你大壮发家 如果 他女儿要想修夫的话 不找你索陪就不错了 那你不给我打官司 开什么玩笑 我这种级别的宋师也就 这些状子而已 那那 官司是谁打 当然你自己打 要不这样吧 要想你一宋棍 必须得请 大神 谁 大神 诉讼江湖的传说 若是群体的救星 哥的老娘 名字好娘 双眼发尺 腰椎不体 架盘不稳可见 腿咬心善一脸 那屋 航山不整 左鞋 右船 校口外翻 我说 刚才你三番之一秒的眼神 最说明这些和你们娘子有莫大关系 上门你去扫地出门 徒刀驾暴 赎身索陪 对吧 老娘真爱神人哪 拼拼谁那个胖胖啊 小松子刚刚都已经跟我说了 对啊对啊 是我说的是我说的 还不管怎么样 请老娘为小的做主 做主找亲娘的老娘 直观大官司 给老娘为小的大官司 不败量不分其不爽啊 啊 小爽 送客 不要 不败量就不败量 只要能讨我公道 卖掉祖宅都可以 对手是如 宋